大家好,我不姓王,我叫王鹏 前幾天聽學長說 大二暑假前沒交女朋友就以後交不到了 所以他就給了我一個建議 叫我去神山,霧台神山 吃愛玉,然後在那邊大叫說我想教你 我就可以教得到 這位母台單身19年的我 大家要去嘗試看看 我們現在初到出發了 GO 好,我們現在到了,我們現在到神山愛玉了 蛤? 沒事 幹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我就說我現在到神山愛玉了 幹,好可憐喔 怎樣 幹,YouTuber怎麼那麼辛苦 YouTuber好辛苦喔 還說些什麼 嘖 我要說,我要說 幹,我被開驗車單啦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在二餐去檢舉他的啦 跟氣管的同學來 他們現在要問老闆娘一些問題 你看我這樣吃一碗賣三個 我要一個小米愛玉 沒問題 各不各的齁 你叫我來 我可以回答的 我可以回答 因為很多人問我 但是很少問那個 上次學校也是來問那個成本的 但是我們真的 真的不好 還說什麼設備多少錢那個 算不完 算不出來 好的 我們小店 好 恭喜你上 上了他的YouTube了 YouTube頻道 不會啦 沒有了 你現在很美 對 好 你有問題就問我哈 好的 好 你的三十五 我們三個錢 對三個錢 氣管的同學他們在採訪老闆娘 老闆娘也很有趣 這就是神山愛玉了 等一下我們吃完就要試著在這邊大叫 我想教女友 看會不會成真 要配一塊愛玉 再配這小米 你剛剛是用什麼大愛玉 超讚的 學長說吃完之後大叫就一定會靈驗 因為他就是這樣叫到 他說他那時候也是大餓的時候過來吃 然後吃完之後過一兩個月就叫到了 咱現在人超多超尷尬 現在很緊張 這邊太多人了 還有不太敢叫 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不要問我啊 不行 我已經單身十九年了 在家鄉就不行 我不許得喊 忘教育朋友啊 太小聲了吧 你在做小 不行了我要躲起來了 我要躲起來 不行了 好了我們快點嫁完了 希望真的能靈驗好不好 他是根據他的大小聲 來反應他的靈驗度 最好會根據他的大小聲 我已經喊得很大聲了 越大聲越多女朋友 不要我只要一個就好 我會努力的 好啦 我們這期Vlog就到這裡了 記得訂閱加分享 然後記得打開小鈴鐺 掰掰 嗨各位 這就是神山大喊的結果啊 好 如果各位 各位單身的 趕快去神山那邊 吃完愛玉 對著山下大喊 我想教女友啊 應該就會成功了 這是成功後的結果啊 羨慕嗎 然後最近武漢肺炎嚴重啊 記得戴口罩 好啦這集就在這邊了 再見各位 我要跟女友去逛街了 還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分享加按讚 然後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消息 掰掰